1000多元预算卡迪亚打口机长什么样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来给大家换机器了 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呢 是卡迪亚打口机 说起卡迪亚为众人众所周知的呢 可能是他家的珠宝和手表了 但其实卡迪亚和众家设施品品牌一样 也有未来是两顺电座的打口机 那么在我手上这一款呢 就是卡迪亚打口机了 镀金巴黎丁文士 那么巴黎丁文士呢 一直是西方高端珠宝与钟表的设计图腾 也是欧洲中世纪建筑壮饰的艺术 曾出现在巴黎很多典雅的古建筑上 以矩阵排列的壮饰间斗 将金字台的格子魅力运用的灵力精致 好了今天就讲解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欢迎关注点赞评论留言